邹智慧的第一个预算案 最终在周三获得市议会通过 当中 议会以18比8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房产税增幅9.5%的方案 这是多伦多市自合并25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 目的是为了填补18亿的预算赤字 预算中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 是多伦多警察的预算增加额 尽管市长试图将预算从2000万削减到约800万 但最后动议以21比5的投票结果票通过 所以警察预算最终会增加2000万 多资处为加拿大广大华人客户提供税务规划服务 实现更高效的税务策略执行